嘿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聊把博物馆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又请到了我们的外景主持人 嗨大家好 我是Tammy大众的代表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你知道身为庶民的代表 I'm always ready 太好了 那我想应该先从事情的起因开始讲 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在逛纽约时报的 因为你知道他知道纽约时报有中文版吗 你知道他有出中文版 所以他会翻译一些纽约时报的文章 蛤有这回事 嗯而且他翻译的其实 他虽然不是每篇都翻 但是他几个大新闻他都有翻译成中文版 而且还有 他上面还有一个按钮 可以让你直接转成繁体中文 所以我大部分都会看一下 大概有哪些翻译中文的新闻 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 所以就那次就是看了某些新闻 然后之后就是到处乱案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新闻 事件的地点就是发生在 在巴黎的博物馆叫做 布朗利码头博物馆 他是专门在收藏非法国会或是非欧洲部分的一些 嗯异国展品 像是什么大洋洲啊非洲啊亚洲啊之类的 他们就是从各地 嗯收藏进来的展品 六月的某一个下午然后就 刚某一位刚果的一个社会运动家 对吧中文是这样讲吧 对 社会中文就讲叫做Diabaza 那Diabaza先生他就是跟四个朋友 然后就是去到了这个博物馆来看展 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一个 比较比较激动一点的 然后会有一定的社会诉求倾向 就是当下他就开始跟朋友 在馆内开始吆喝起来 然后甚至就是开始Facebook直播 然后就把 其中的一项展品给强行带走了 很超猛的 对他就是 然后那新闻就是在采访他 就是讲说 嗯为什么选 新闻记者就问他说 为什么选这份作品 他说因为看起来很好拆 然后就把他带走了 还蛮实用的 角色的 对啊就是这个看起来不会很难拆 但是我看 我找了一下他那时候 当时Facebook直播的画面啊 只是他们蛮粗暴的 老实说 当下看到的时候 这个东西不会坏掉吗 哦好可怕哦 你之前有在台湾听过这件新闻吗 不知道他有没有上到耶 但有可能就是 我自己也没有那么 看那么多新闻 但我认为 台湾新闻应该一定 没有吧 可能那就 可能就被洗掉了吧 因为还有其他 六月的时候 到底在大家在吵什么东西啊 那个吗 报复姓出游吗 六月的时候就有端午节啊 那时候大家就出游 就有在出游啦 的就是那种什么疫情啊 什么 就新闻其实也相对比较少一点 虽然说还是有 但已经没有像年初这么 这么重 而且大家对现在整个这个 的关注度也比较低 所以台湾的那个新闻 大概就恢复 比较恢复你知道 一般模式 刚听完这件事件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 会牵涉到哪些主题 大概就是跟这些 这些展出品的所有权 跟他们当有关吧 就是 就跟之前大英博物馆一样啊 他们就展了一大堆 别人家的东西 别人家的东西 因为我是不是之前 我们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 我就有讲过 我人生第一次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伙伴说 我觉得我们好好笑 为什么我们要飞 这么 飞这么久 搭这么久的飞 其实你然后来这边 然后看我们自己的东西 就是 还要保持看这些什么 日本的东西吗 就是 就觉得这东西就亚洲啊 说不定就是 something similar 就是 就是在我附近 然后我干嘛 跑来这里看这个 而且 他干嘛 把我的东西 摆在他们家 然后 当做他们家的东西 在展示 就觉得很诡异 这样 嗯哼哼 觉得说 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我到底看了什么 就我忽然觉得 有点可以体会那个 社 社运人士的感觉 就觉得很荒谬 就觉得 诶 就大家可能就比较 激进一点 就把东西拆了 我可能没到这里 我只是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 那个火烧到已经不得不 就是 有所行动 对啊 他可能 嗯 他比较生气 那 事件 最近这个议题 会不会吵得这么凶 然后这个刚果 运动人士会 这么生气 2007年的时候 法国总统当 出访之前的 法蜀殖民地 叫 是 Ginia Faso 中文叫做 布吉尼亚 法所 布吉尼亚 法所 大家知道 布吉尼亚 法所在哪边吗 你知道吗 西非吧 就是当时 非洲大陆 中国殖民 他们就分几块嘛 然后 像是在非洲 主要西非 那边的国家 还是很多 是讲法文的啊 所以我只能 大概觉得 你说法国 我就会想说 那一定是西非的国家 就有这种概念 对 然后南边 就可能就因 河南啊 什么那类的 东边我就不知道 我那时候 查了 维基百科 又其实是当时 不太确定 布吉尼亚 法属 是不是 是法蜀殖民地 所以那时候查了一下 发现说 哦 他原本之前 是跟 象牙海岸 是同一个区块 哎 是什么是吧 19世纪末 1896年的时候 法国人 就是来这边 做殖民 所以从此之后 就是 沦为法国殖民地 60多年 然后到了 1960年才独立 那2017年 尹马尔·马康 到 布吉尼亚发售 呃 拜访的时候 然后他那时候 就有 这跟 当地大学的学生 讲说 他希望 非 法国受伤的 非洲艺术 可以 暂 希望可以暂时 或是永久归还于的事情 那当时社会的情境下 博物馆界都没有认为 这件事可能会发生 在 他拜访完布吉尼亚法首之后 马克宏就有 有委托两个学者 然后 沙沃和沙尔 然后两个学 就是一个是法国人 沙沃是法国人 然后 沙尔是塞内加尔人 然后他们就是 就是花了一年 找了各个学者 跟当地 呃 非洲当地的政府 民间团体 等等做了非常多访谈 然后花了一年 写了一篇报告 来 来讲 来来看一下 是说这些东西的可行性 跟他实行的 或是他的目标 是应该要做到范围是多广 任何在殖民时代 从撒哈拉以南 非洲移走的遗物 哦 文物 竟然讲遗物 天哪 那我从来 任何在殖民时代 从撒哈拉以南 非洲移走的文物 如果他们是被 武力夺走的 或被推定为 通过不公平的条件 而获得的 并且他们的原籍国 要求他们 他们就应该 被永久归还 迄今只宣布 归还了27件 仅有一件文物 被归还 大家知道 撒哈拉沙漠 就是在那个 摩洛哥 摩洛哥下面 那一大块 就是撒哈拉沙漠 那在夏令一点的话 就是西非那一块 那 因为他要讲到 第二个重点是 被武力夺走 或是透过不公平条件 获得 所以这是他的来源嘛 来源就是 抱持一个存疑的 情况 然后第三个的话 也就是变一个条件是 他们的原籍国 要求他们归还 对 但是最后有点不太懂 他说 宣布 他说宣布归还27件 但实际上 只有一件被归还 我这部分 只有一件 目前来说只有一件 其实跟后面 的各个国家的状况 其实有点类似 那现在爆个雷 就是讲说 其实要不要归还 变成一个很关键点 在于说 我们到底没有办法 搞清楚 这些文件到底 透过几手 因为通常就是透过很多 不同的转卖 或者移转的过程中 最后进到博物馆来 真的 而且我觉得 当时在殖民时代 现在那么久以前了 又不会什么东西 都留下记录 然后转来转去的 我觉得前一首 说明都不知道 他的再前一首 东西从哪里来的 而且说明现在还会说谎 就是跟你讲了 一个很漂亮的故事 然后说这给你 然后你就接收了 拿到一些 像地上的红包这样吗 对啊 就说我可能 就是你不觉得 以前都说谎 真的比现在容易太多了吗 你就又没有办法track 你又没有办法 真的去找人家 确认说 是不是这样 就没办法查 花很多时间查吧 对啊 难度超高的 而且这都 破百年了吧 快 是啊 那些人都不在了 莱斯特 那时候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 莱斯特 他有说到一件事情说 我们不要把这事情 问题简单化 简单的说到 我们只是移转 这个物件的所有权 一些非洲国家 实际上更需要 或倾向是希望 这些欧洲国家 可以对他们有一些进行 长期贷款 让他们进行 管员的培训 或资金或保护 或是甚至在博物馆的建设上面 我看到那这一段话 最直觉 最直觉的想法 就是 因为 保存物物本身 就是一件 又花钱 又花人力的事情 那非洲这些国家 相对于欧洲 他本来他的经济 还有他的财力上 就是输一大钱 那我相信他们 对保存物物这一块 专业上 一定也没有办法 跟欧洲这些博物馆相比 那当这些东西 对他们来说 是这么重要的时候 与其先急着 把他抢回 他们 他们更应该 应该是要 把他们自己准备好 不然 到时候这些东西 好不容易拿回来 结果没几年 就全部坏掉了 这不是非常可惜吗 就是也 也是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样说 也不是没有道理 而且 国物馆本身 就是一件 非常烧钱的事业吧 哦对啊 就是像 埋座城堡的感觉一样 就是买城堡 不是 不是很贵的事情 但是要养城堡会很贵 对啊 你要保存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 一个最 好心理的事情 虽然说 它比起来好像 就是你大家都默默的做 根本 大家就没有感觉说 你好像真的花很多心理 但是 这些人就是 这些 精神 才是最 最需要 最需要去 怎么讲 去拥有 这些能力啦 才是能够 让这些东西持续 能够流传下来的 最主要的原因啦 你只是抢回来 根本就没有用啊 对啊 孩子会坏啊 没有帮他保险啊 就是会坏 坏了之后 是大家什么都没有了 对啊 就很像只是 一时冲动这样子 嗯 就一个比较 一般大众的语境来讲 就是像买 就是说 大家会跟属于说什么 买车养车难吗 属于是什么东西 对啊 我刚刚也是有点 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养车 好像也蛮花钱的 对啊 就是你今天 只是想要买一台 很帅的车 但是其实你的钱 就只够买那台车 然后就后来发现 天哪买了之后 多久就要保养 然后每年还要 缴什么税什么税 然后就发现 每年就缴这些税 然后保险 就说哎 发现其实要 要的钱远远超过这个 而且还得持续非常久 就是一直投钱进去 投个20年保险那台车 对它不是一个 一次性的事情 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所以我 这样才具有道理 对啊 我也觉得 而且 其实我真的不了解 这些非洲国家 或者说这些文物的 原本的拥有者 他们 他们实际上的状况 因为毕竟那么 那么大 有些 他们状况是怎么样 就不晓得 嗯 但绝对 我相信欧洲应该是 世界 应该是前几名吧 就是拥有这些东西 的前几名 我在想 对 还有这些经验 还有研究文物的 这些人 嗯 就是还蛮多 那 就是在纽约时报 在知道 嗯 他们在 这篇报告公布之后 就是萨尔跟 萨卜网 两个学者 公布了报告之后 他们有邀请了 三位专家学者 嗯 来做一些讨论来讲 看了这些报告之后 来讨论一些 细部的内容 其实他有一部分 也是 就是刚好讲到 我们刚刚谈到的部分 他们那时候请的 三位 座谈的学者 第一位是赛 赛内 赛内加尔 这也是法属殖民地的 哲学家 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 担任法国教授 的迪亚 迪亚内 那第二个是 业务大学副教授 专门在教授 法国艺术史 然后这是 这个福盟 第三个是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是 法属殖民地吗 哎 尼日利亚就是 纳尼日利亚啦 那也是讲 法 哎 纳尼日利亚应该 我们台湾应该 哦是 纳尼日利亚 对啊 我们台湾是怎么翻译 奈吉利亚 哦 是奈吉利亚裔的美国艺术家 sorry 对 但是 尼日利亚可能是 是 中国 是中国用语吗 哦 shit 我被试换 很 很 无感的就 融入了 嗯 对 没想到是这样被文化 入侵了 好可怕 对啊 真的 总而言之呢 呃 第一个是 他们不是法属殖民地啦 他们应该是英国 因为他们讲 他们是英国殖民地吗 对对对 OK 但他也在西非 那你觉得看完之后 哪一个对你比较有感 这三个人讲的东西 嗯 我觉得第一个人讲的 我觉得是最 有 执行的可能的 就是 就是他觉得应该是透过 法 改变现行的法律 因为现行的法律 就是限制了很多 导致于这些事情 没有办法去做 但是这些法律 他被建立的前提 就是建立在这些文物 可能是属于这个国家 或者说现在这个博物馆的 等等的 那这东西必须要重新 重新被检讨 然后才能够 嗯 就是我觉得这比较 符合实际上 可以做 有所作为的一件事情 那其他那两个 就在讨论怎么定义啊 或是什么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想要去找他的 那个出身证明 或是什么 哪里来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难度太高 而且就算这样 真的做到 我都怀疑那些东西 是不是真的 就没有什么太太多的 的想法 嗯哼哼 了解 那其实我刚好会对 跟你的讲法 刚好抱持两个想法 因为法律这些东西 你刚刚提到 第一个 他是比较直观一点 就是改变 他的做法 但是 后部 就是在 真的执行法律之前 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研究这一块啊 嗯 其实他们这几个学 这三个学者里面 讨论到的那个 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被 收进来博物馆的管道 就是他们那个流传的经过 是怎么讲 他里面有提到的 1934年的一个著作 他们提到一个故事 就是 民族学家想要买一个 当地非洲的圣物 但是 因为他们觉得内心有亏欠 所以他们就支付了一些 几个法郎 来购买这些职务 他们就觉得 哎我们是买进来啦 所以这些东西是 非洲国家愿意出售给我们的 但是如果没有透过研究 只靠那一张购买凭证 这个购买凭证 其实就有 合法证明这些东西是买进来的 所以他们不需要做规划 哦 你是说他们买的时候 他是在一个 他们有 比较 绝对优势的情形下 所以不管他们拿的钱是多少 他们都可以所谓买到 讲到说这是一个 殖民族裔底细下的 暴力行为 嗯 因为他们当地的民传 你不能说 我就是不想 要卖给你的生活啊 怎样 不想活了 他们 对啊就是 就是说杀生之后 嗯对啦 在检视这个研究 就是萨尔跟沙卜 他们的研究文章 里面有提到一个单字 就是说 那英文的话就是 那英文的话就是 re socialize 意思就是说 蛮多他们在非洲国家 这些略取的文物 某种程度上他们具有一些 呃跟社会互动的情境啊 或是他们在仪式之中使用的东西啊 或是某些神圣物啊 或是跟当地的某些传统习书 有一个紧密联系的东西 嗯 但是过了一百年 其实当地社会发展 跟这些文物 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挂钩了 在两百年前 曾经对这个社会很重要的东西 怎么放回 这个原本社会的场景之中 就有点像是举例说 哎 我们看现在可能拿到了某个 I don't know 就是 好 反正某件可能以前在两百年前 对于这个 国 这个地区的人是很重要的 某个 精神上的象征 但过了两百年 所以时间演变等等 也许在那个地方 现在也没有人在用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历史 或是一个现在眼睛也看不到的东西 类似像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回顾一下 因为2017年的时候 马克宏他跑到 布格林亚发售去拜访 然后讲了句话 然后隔一年他们就发表这个研究结果 然后纽约时报讲的这篇报道 就是他们在2019年年初的吧 找了这三位学者来 回应那篇2018年出版的报道 现在时间走大概是这样 现在已经跳到2019年的左右的地方 说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而来的过程 然后还有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一个书籍 1934年的出版 我里面提到一个民族学家 民族学家他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又很想买那个生物 所以就挖了自己发廊 把东西买走 我最近在 最近看到一篇展览有关系 那其实展览叫做刊物表 刊物表就是通常 你现在讲刊物 通常大家就是会在 就是比如说有些出版品 然后出版之后就会有一些错误啊 领先说可能校正 没校正好啊等等 然后就会付出 所以哪边可能讲错啊 哪边怎样怎样 可能年份不对 或用字不对等等的那种 来对照的东西吧 嗯通常是出现哪种状况啊 通常是像时间吗 像年份都没调查清楚 就有些看物表 对啊 有时候或是名字啊 可能就是里面有很多个名字 然后放错人名啊等等的 也是会有可能 地名啊 通常就是一个 就是也许在那个里面 出现很多性质相同 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就会放 那其实我要提到 看物表这个 这个展览的原因 是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逛YouTube啊 这是最近真的很闲 所以在逛YouTube的时候 就逛到这片 我之前看那个展览 他那个大学教授 他是布朗大学 比较文学教授 那他的 嗯他叫做阿兹雷 那阿兹雷教授 他在2019年的时候 在一个研讨会 叫做Political Concepts Initial Tips 那主要那时候是 因为刚好2019年的时候 美国出现MeToo运动 那另外在更之前 有Black Lives Matter这个运动 所以那时候这个检讨会 就专注在讨论说 帝国主义跟种族资本主义 还有性别暴力结构的社会问题 所谓的刊物表这个报道 嗯这个 他都做的这10年研究的展览 就是讲说 嗯我们在书记里面都有刊物 看物表嘛 就是讲我们哪里写错了 那其实在法律上 也有出现过 也有出现 也有像类似看物表的东西 就是修正 附加修正案 嗯 因为附加修正案的作用 就是要修正 政治当时在定义法律上 未尽完全之处 他所提供 所需要的改革部分 那透过这些文件上的修正 来纠正错误的 错误定义的权益 那假如说 我们之前在讲那个例子 我们如果不知道 在1934年有这本书 在讲到说 这个圣物 是因为这样的情境下 被 被掠取而来的话 那他们 就是 单纯凭的那张购买凭证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真实 没有那么多背景的说明的话 当下就会认为 对这就是事实 觉得如果 再加上像你刚刚讲的那些 噢 当时他可能是 殖民者对 被殖民者 的购买 等等的 那大家就会觉得 诶 其实 他们有点就是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单纯 并不是真的所谓的 双方很对等的一种交易吧 因为你刚好就回应到了之前 呃 阿树雷教授他在 呃 这篇演讲里面讲的部分 就是讲说 回溯这些刊物啊 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错误的情况 不是说要把 我们现在所写的诸作 全部都四成碎片 或是把书本都砸烂啊 或是砸烂博物馆这件事情 讲说他们都是错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推倒 应该不是这样 而是要去拒绝承认这些 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很中性的学术研究 这个展览主要制作方 他就是只放了 呃 呃一些著作里面的截取的几页 然后他就用画线的方式把它圈起来 然后用手写的方式写在那个文件上面 讲说他觉得这东西似乎有一些调诡的状况发生 然后旁边又放一两张图片来佐证 他想讲的内容 然后下面会有一些呃用印刷题的字 然后来写说他的主题的内容 我我看不太出来耶 他们拿了一个东西 然后不知道在做什么 感觉在制作一些什么 然后另外可能像是在花一些图腾之类的 还是什么印刷品 就是以当地的角度 就是这个图片看起来怪怪的 也不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东西 啊就团埋一个陌生人 就是跟你讲说 啊这就是会卖的东西 你就大量做的 像自演平常在做的东西 就不要再做下去了 就商品化之后 就是从很商品的角度 盈利的角度来决定 哪些东西是好的 哪些东西是不需要的 对 这就变很诡异啊 就是 就我的社会传统 为什么就被抹灭 然后就去做一些 就是我从来没看过的图腾 但是是你们觉得是 就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哦 我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图腾 然后被他们选 就是挑选 只有剩一些是 可以比较被其他人接受的 所以也不一定是这样 就很像工厂的工人嘛 你就是做 然后你做出来 你就是照我要的 我要求的规格 把它做出来 它提供的就只是那个 把它 就是那个劳动 而已 其实并没有任何 创作啊 或是精神上的意义 然后第二章的话 那德国之争里面还是讲到说 他到 他是欧洲人 就是这个法国水平 Duforset 他到这地方来 还是 支持当地的当地 艺术家发展 那 在某种程度上 回到原本的地方 他们这些原本 的绘画方式 根本就不是 当地原本民众 的作画方式 他们把就没有这样的习惯 就拿水塞笔 就是 或是他很劣 其实是拿手 涂油彩 但平常他们就不会做这件事情啊 嗯 然后某种程度上 这个法国人 也改 就是 也自诩说 我就是要教导当地人的西方艺术 让他们变成更好 嗯 让他们创造了新的艺术风格 你还是会 一定会落入某框架吗 就从 跟第一章一样啊 就是你为了要卖钱 那你可能就 就得捨棄一些 比较不受欢迎的 呃 的图腾 或者是 你为了 要能够 嗯 推广 所以你就选择了一个原本 可能是你原本文化 不会 使用的创作方式 或者你可能改变他的样子 或者你改变他的什么 某一个 因子 然后能够让他 被 这些人认为推广 或者是什么的 就比如说像 西化你一定是画在画布上啊 或是你一定要让它是一个什么样东西 可是我觉得 在这些 比如说这些传 比较传统的地方 哪有什么画布啊 画布 只会做画布出来 不是我 对啊 就是我觉得像画这东西 本身它就是 这个形态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文 呃 就是把 它只是一个宅 它虽然说它只是一个载体 可是这个载体本身 后面象征的意义就是 创造这个画布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强势入侵 嗯 对啊 完全没错 对 对 但这种入侵就是很无感这样子 下一张 好 默默的被侵蚀 就像资讯站一样 对啊 哦 画布料 对 那这部分的例子是 教授他这个提出 就是 其实不只是欧洲的国家 有这样的状况 像在1922年的时候 嗯 布鲁克林博物馆 他们那时候也是远征 用了一个远征的采购团 然后到了 库巴王国的地方 那当时库巴王国是一个 纺织艺术非常蓬勃的王国 嗯 那 他们也当时也是 就是遇见了一些可怕的收藏家 然后开始教导当地的艺术 然后帮助他们进步 那进步就会发生一个双银号 就是 他们 透过大量采购当地的 纺织艺术作品 嗯 那某种时候也是 教导说到底哪些是有 商业利益 或者甚至 我不知道 实际上是没有强迫他们去 做一些 就跟之前讲的情境有关系的 嗯 觉得你就做这些东西啊 反正这些东西想要卖钱啊 这些这样的 对啊 因为当你用了进 帮助别人进步 其实后面代表的意义就是 你变 你认为人家是落后的 你才会 觉得要帮助人家进步 对啊 但我觉得在当下这些 这些做这些事的人 就是他 我想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心这样相信着 嗯 觉得说我们就是 你怎么会不会画画呢 你怎么不会拿画笔呢 啊好可怜啊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培养这种新的能力 讲到那个规模的大小 他是下一个例子 他的例子 你可以帮我念一下 我 我翻译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caption吗 你说 波士顿美术馆吗 没错 波士顿美术馆 塞不进去的数百万馆藏 波士顿美术馆建影 1876年 位于波士顿科普利广场 于1911年被拆除 因为他的空间不足以容 那 Harvard MFA远征埃及期间掠夺的数百万件物品 就是 其实我没办法想象 那个时空背景 就是当时他们去攻占这些地方 然后把人家的东西拿回来 认为这东西是可以展览的 这个后面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我其实也不太懂 毕竟我可以理解的部分是 当时会讲说 我们就是一个远真团 然后去当地看到什么 啊当地反正也不会重视这东西 那我们比较重视那就把他们拿回来 是一个纪念品的概念吗 我是觉得就是 我们是帮他们保存 对所以 这有可能就是观念上 他们就认为说 需要保存东西 就是他们对文物这件事情 是比较概念的吗 就认为说 这些东西 虽然说很旧 可能它有一个历史的意义 或者它有个什么的意义 这样子 那这样就很容易走中啊 招肩啊 就是你保存 你就把那些东西拿走 然后后来就会造成 那在展览后面也提到一些其他例子 就是这不太对吧 那你就算一开始是为保存的意义 但是后来就整个招肩了 对 对 这有点像是要拿来当做自己的 战利品的感觉 嗯 那下一个部分 它是直接到了大英博物馆的典长纪录库 就线上典长纪录库来讲到说 因为它们像典长纪录库 可以看到每一件文物里面 它们的收藏来源之类的 那 嗯 这个文物是当时来自现在的南非的区块 然后是竹鲁竹 的部分 那 当时英国就是把南非当作英国殖民地嘛 所以 当时就是并吞了 1987 1887年的时候 英国就把竹鲁兰竹 给整个并吞 那当时候就是 就是在透过这段时间就是 这个项链就被 略取 就转转就回到了英国奔道 那 在大英的 大英博物馆的自己的文件纪录库中 也没有提到 这一个历史 当然不能提到啊 怎么可以提到 但是既然被你挖出来 应该是被教授挖出来吧 表示他们也没有说 全部销毁嘛 只是只是没有公开 这样 对啊 那 下一个的话 会一直讲到说 民族学家怎么样 掠夺到 掠夺当地的文化 就是自诩成当地专家 他们讲到的例子是 谁啊 罗伯特 罗伯特 什么 罗伯特 霍托特 变成说 民族 民族制学家 说人类学家 其实也会跟 当时博物馆研究 做合作 那在1908年到1909年的时候 这个罗伯特呢 跟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合作 那他们那时候就组织一个 远征队 去甘国河探线 那 这东西最后辗转 就是流传到了 北京的 北 牛津 讲北京 牛津的 Pete Rivers 博物馆 好糟哦 其实是变成他当时的日记 成为一个证明的 证据吧 那当时就是在 他在游览 就是远征 甘国河流域的期间 他就是有遇到 当时一个就是TK族 那 他就是 因为研究之变 然后就把 数百万 的钱就这样拿走了 所以这一个 从那个什么TK族那边 抢作很多文物的人 因为他 当时抢作很多文物 所以他就变成 这个族 的 这些物品的专家 对 没错 但是 过程就是一个 非常不合理的 方式 非常粗暴 对啊 所以这些又是乱一个证据 就是当时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手段 就进到了博物馆之中 嗯 嗯 那 我们到21张 投影片好了 21张 嗯 21张就是在讲说 当 如果你在一个 嗯 大采购的旅行团之中 你就是大量的把东西收走嘛 但那时候在收购的时候 完全没有在顾及 这东西是怎么在一个社会的脉络下 就运行的 那这提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讲到 KOTA的文物 哦 他很像面具的感觉 他原本下面一直要放一个篮子 下面都是 他们家族的 祖先的骨头 哦 透过这个面具来 保护他们家族的灵魂 OK 但是某种程度是他在展 在画廊展出的时候 他旁边放了斯比卡说的话 好堂图哦 在下一个部分再讲到 那个柏林的 Peggmont 博物馆 不确诶 有点复杂 这这这不就 跟我刚刚讲 就 我去大英博物馆看 这种为什么 飞到大英博物馆 去看这些东西的感觉 对啊 对啊 就是你飞了很远 然后去看 然后就觉得 诶这东西不是 就是跟我家附近一个什么 或者是跟我日常生活中很像 或者什么的那种感觉 就在别人的橱窗里 被以艺术品还是什么东西 都能来看待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想要讲的例子 是在讲那个 比利时 比利时之前在刚果 进行种族大屠杀 那那时候是在 Riopold Riopold 二世的时候 那那时候 他入侵了刚果 那在刚果 就进行一个 种族大屠杀 那那当时候 屠杀完之后 他有强 就是强迫当地的 应该是 嗯 当时的国王吧 你也许吧 还是当时的 把他当时就是有签订 莫名其名的条例 叫他们 就是要给他们一堆文物啊 然后另外 因为那他们当时 有想要就是宣扬国委 在比利时当地 宣扬国委 想想办一个博览会 让大家看到说 哇我们在港 在非洲大探险 找到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就绑架了 两百六十七个人 然后回到 比利时奔岛 或者欧洲奔岛 然后把他囚禁起来 然后在他 在他们的博览会上面表演 当地的 非洲艺术啊 或是当地的 那个乐器 要怎么弹奏啊 帝国主义跟殖民主义的 强权威却之下 其实某种程度上 透过 西方文明 强势文明 以一种文物保护 或是猎奇心态 或是博物馆收藏 或是学界研究指明 或是市场需求 的状况下 造成了各种不同物件的来源的形态 第一个的话 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种族大主杀 他入侵 然后就是抢了一堆战争纪念品 走 然后第二个可能就会是 民族学家跟博物馆研究 跟合作 或是自己跑去 当时做天野调查 然后透过研究之明 然后就拿走了很多作品 再第三个 他们可能是人直接被绑架 那这东西也会牵扯到 嗯 奴隶制度 在美国的奴隶制度 因为在展览之中 还有一大块 就是大概三分之一的区块 在处理奴隶制度 这个部分 很多人就是被骗上传 然后莫名其妙就牵了文件 然后就是永不翻身 因为他后辈子 就是大家都会拿这个文件 说你就牵了啊 你就想来这边当奴隶 在双方的 知识 或者说了解不对等的状况下 他那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个idea 说这本文件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对啊 说不定他牵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那要干嘛 反正那样的言之就是被骗 对 就是被骗 然后就是永不翻身 然后也回不去 对啊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也有一些比较 比较间接的影响上面 像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些 制品艺术啊 或是那些雕刻品啊 嗯 他是因为商业的考量 然后他们当地的工匠 被强迫要制造的东西 他们被引进了新的西方 绘画艺术 嗯 像是那个法国的水军 让你进步 对 强迫让你进步 他还觉得这哇 好棒 就是在做好事 对啊 那这篇 诶应该说这个展览啊 Irata 他有处理 但最后他会对当地文化造成的影响 其实在最重新翻掘这些历史性文件中 可以翻掘说 假如说他是一个在仪式中需要的文物 然后被被移走之后 某种程度上那仪式的神圣性 或是那物件神圣性又会消失 或是说他们会对文 当地文化造成一个霸权的情况 也就是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 大家会觉得 诶西方世界好棒棒 然后自己为什么 好像没那么厉害 后代的名字 所以你全部都看不到这些雕像 别像不住文化根源 就消失了 对啊 大家听我会觉得 沉重 沉重吗 但后面还有更沉重的 还有吗 还有更沉重的 因为接下来下一半部分 我想讲的部分就是 好 就是学者的2019年 2018年的时候 发表这些文章 发表这些研究结果 那各国总是要一些反应吧 就是荷兰部分 当地也是是 如法炮制 也成立一个小组 然后对于 荷兰手上拥有的 非洲文物 或是殖民情境之下 所取得的文物 做了一番研究 讲说我们到底 未来该怎么做才好 那因为 荷兰当时殖民地 有包括哪些 包括印尼 苏里南 还有加勒比亚 加勒比 Caribbean 在中文叫什么叫 加勒比 加勒比 加勒比海岛屿 之间的一些小国 他们那时候也拿了 连很多东西 他们也想说 该怎么办才好呢 就他们是 拿了之后 现在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嘛 就是他们就算想还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看了法国 也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也想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有什么 那我们该怎么做 荷兰这边应该 要做一个国家级的数据库 来让 这些 物件原有者 可以到这个资料库来看 哪些东西是我的 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 印尼也不知道 自己懂什么东西 被拿走啊 就是我就是 摊开来 然后你们 你们来看嘛 然后 或者是说 他们可能只是要 很roughly 我觉得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他那时候去那么多岛 难不知他那时候还label吗 谁知道他们怎么做 就是 我去了一大堆岛 然后这个 就是从B岛 就是从C岛 真的会有这么 这么有系统的 去整理这些东西吗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 我觉得很难说 因为我 我可以 这样猜想的原因 是我最近看到 呃 台史博 这边 他们现在有 一直在做 那个什么 东一度公司 当时候就派很多商船 到这边嘛 每个商船 其实他们都要跟 你知道总部那边 做回报 他们做了什么东西 那这是书信网的 基础下是非常 非常繁杂 而且讲的事情 非常多的回报 那这些东西 基本上到目前 他们其实是在做 翻译的过程 那透过这些 书信网来记录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些东西的 他们采集的原地 在哪边 但是就透过研究 这些都花时间 花钱 做一个十集 都做不完的东西 要花很多的人力 跟时间 才有办法 查出一个物品 他的来龙去脉 那 VNA的现任馆长 就是Tristian Hunt 那他之前 应该是2018年 在柏林韩大学的时候 演讲 讲到一个例子 这是VNA自己的收藏 那收藏了一个 18世纪的壮饰品 然后是 一个鼻烟盒 其实是一个盒子 上面有镶嵌的珠宝 那原本的物件来源 是Arthur Gilbert 那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洛杉矶的地产大汉 那一开始 他是发寄于英国的房子业 那后来 这就是到洛杉矶那边 就是涉产 就是赚了很多钱之类的 那当时候 VNA就有透过一个 来源专业学者 就是来调查说 这些东西的来源是怎样 因为他们非常的敏感 就是这些东西 收藏会不会是来自纳粹 因为纳粹之前 就是也是掠夺很多东西 目前是不是在归还于5组 那这个东西 一开始 真的就是纳粹的时候 被盗走 但是后来呢 我们那应该 因为你倒是听 是不是听到这个 对对 所以这东西完全不该收藏 但是后来发现说 在二产之后 这东西是被归还一个原主 就是Maximiland 但是后来Maximiland的后代 又把东西丢到市场上 又卖给了 Arthur Gilbert 那Arthur Gilbert 最后把东西 就是 就是 捐给了VNA 所以某种程度上 这是归还跟出处 或是说 他的所有权的部分 要透过研究 才能知道说 这东西 到底是怎么样 的 的 的状态 很复杂 然后可能要好多的文献 很多的资料 然后 找一些证明 然后你才能证明说 这个文物当时是怎么样 颠沛琉璃 专授 转了多少手 到了这里 没错 哇塞 来 光要搞清楚 我看就可以再搞个百年 要 然后 阿苏雷教授 他在 在展览之中 他有提到一个东西 叫做Echo Chamber 那他那时候是讲说 百年之上主义的文化回音室 那他有 讲到一个 Echo Chamber的路程 那Echo Chamber的意思就是说 这东西 透过回音 大家就把这东西都强化 原本 好像是 试试会的事件 透过这样假新闻的传递 好像就变成真新闻了 嗯哼 那 在一个博物馆的情形下 在教授他的想法是说 通常是透过 嗯 独立个体的采集 这些物件 然后透过 摄影师 做摄影的方式 把它变成一个某种 第一阶段的证据 然后再透过 收藏家 或是写手 或是教授 再透过书写方式 变成第二层级的正式 然后你知道 有两个出处的时候 你就觉得 好像这东西是可信的 嗯 但很多 所以要打 对 所以要打破这个Echo Chamber 其实 就是要透过研究 是一个资讯站吧 资讯站 对 用当代的语境来讲 就是一个资讯站 对 就当你找到的东西 都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觉得 诶 好像都是这样哦 嗯 没错 嗯 那第四 荷兰这边还有一个 有趣的地方 也就是刚好 就是回应到其他国家 也都有讲到的部分 那现在先讲 也就是在 也就是 在归还的这个部分上 一定是要透过双边的交流 就是 你好像也不能说 诶对 现在我们 现在政治正确的方式 就是应该把这些东西 还给 还给原本的 原本来源地 所以我就是要这么做 这样 那 嗯 那我就又陷入了一个就是 我耳顺他们 我假设他们都很想要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但我并不是说就不还给他 而是说拿回去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也许像之前 法国的 法国的那个 他不是有说 诶也许他们并不想拿回去 他们可能想 只是先 先建立起他们能够保存这些文物的能力 然后也许有些人是真的想拿回去 或者有些人有别的不同的想法 因为毕竟每个国家的状况不一样 每个地区不一样 所以这一定是要透过讨论啊 不然 就 又是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就说 诶我还回去 我超 超nice 然后我人很好 我把东西还给你了 就这样 然后就结束 这不是很奇怪吗 没错 你是刚好讲到一个 荷兰的博物馆联盟的馆长讲到的 就是国家世界文化博物馆馆长讲的地方 如果你透过任何就是欧洲当方方面 觉得我就是对你有利啊 这等于是一个新殖民主义 就是我帮你决定好啦 我都帮你决定好啦 所以你也不用出声 我就是要把东西还给你 对你就给我收 强迫人家收 对就 你应该想要收到 就是像这种 就是就是一样的这种想法 真的很烦 好难 嗯 对啦 所以他们这样提出来说 他必须一个双相的讨论 这这个角度的确是 有比较 把双方都当成 就是比较对等一点的 一个对话过程 就是前段段讲英国 那其实英国的部分 他真的就是因为卡在立法 他的 我那时候听那个Tristan Hunt 他讲的意思是说 就是在国家级的Trustee 是信托级的国务馆 没办法 那他们现在也找到一个折衷方案 折衷方案就是透过出界的部分 也就是说 我透过借东西给你 所以这东西才能透过法律途径 离开英国境内 但是某种程度上 物件的所有权还是在英国本身 他们只有跟Esobia有在谈一个案子 但是Esobia就会提出说 诶 这东西原本是你从我这边偷来的 然后我现在要跟你借 折衷 就是我还是 还是把这个东西拿到你手上 只是名义上 我先用出界的方式 因为我没有办法直接还给你 就是如果要还的话 就没办法出境 那你要怎么拿到 就是就卡住啦 那如果要让大家都看得到这东西 最好就是 就是大家都退一步入 那法律要修法是这样 他们目前想到折衷方案 不代表是正确的 对啊 他就是如果我现在想要执行 但法律又还没有修改 我可以用这个方式先绕过吗 就是先让这件事情可以完成 对啊 也许是一个方法啦 有时候就执行就 没有办法大家都买 我之前还在准备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还想说 那假如说现在这个情境是 那个日本在殖民台湾的时候 拿一堆东西 然后现在我们台湾就是 诶 日本人拿东西换回来 对啊 我只能借你哦 赶快把那鸟具个拆下来 那个块木是我的 对啊 我想日本应该说 我可以借你 但我不可以还给你 我借你那块块木 大家应该会发疯吧 开始比赞啊 狂赞啊 嗯 以台湾情境下 我觉得这事情的确是 如果把情境换回 日本跟台湾的殖民情境 那好像事情变得很难解决 是可以赞啊 但是就是 就会没结果 因为现在那个东西在谁呢 现在谁 就是他就他就可以把他锁住嘛 那如果对方要跟你谈 当然大家可以谈 那如果 如果你说说 你就是要给我拿回来 这样子好像会有点焦灼 嗯 就我们连很简单事情都做不出来了 这个应该很难谈 对啊 而且我 对 就这个会变得蛮 嗯 蛮需要一些战策略的这样 嗯 就变得有点政治角力 然后要看那个 政治人物 在趋时间事情的政治人物 他那个政治能量 有多少 当时候支持度怎样之类的 我就觉得很麻烦 你根本就在帮 而且而且你还要看这个议题 大家有觉得多重要 你根本就在帮他们找topic好不好 不要太多不要发生这个字号嘛 这很累 对因为大家就开始 开过几年之后 大家就开始写说 啊什么什么神圣的那个鸟居宽木 就来自台湾阿里山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哈哈哈哈 应该希望不要政治发生 我希望不要促成 就是大家的分裂 对但是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有一种 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东西拿回来 根本拿回来 就我觉得这都是 人自已赋予自己的一种 就是你知道就是fettish 就是那个物品 对你来说 到底有没有 这么重要 就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在生命里 他如果是活生的可能 可是如果他已经被拆下 被做成一个东西 对我来说好像就还好 然后我想说 啊我刚才又回来之后 要干嘛 放在我们本哪里吗 why 就觉得没有意义啊 对 要看他怎么用啊 其实也就是 他们那个文化政策 要怎么进行 或是他们整个规划 要怎么做 如果真的有意义 那真的就可以再当 啊如果只是争一口心 那就很没意思啊 对 就是他给他赋予一个新的意涵 或是某种精神的 的象征或什么 也许他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这样子 嗯 嗯 现在我来想想 啊赶快跳过这个话题 所以最后节目的最后 其实 哎 节目最后好开心哦 我想会 想聊看看这个 Dia Baza 这个刚果的 社会移动家的 后来的状况是怎样 就刚刚一开始 你讲那个 他六月的时候跑去 人家拔 拔那样的柱子 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他后来怎么了 窃盗未遂 对 后来被判窃盗未遂 然后 一开始 他被判十年监禁 跟十七万美金的罚款 好久哦 但anyway 最后他是被判一千欧还 罚款 然后其他三 四位朋友 就是 以五百欧的罚款 作为结案 嗯 因为他后来 又有人权律师之类的 帮他找 但是我觉得有点 不是很妥当 是因为这个人呢 其实他 当时被放出来 六月后被放出来的时候 他陆续在 跑到马赛 就是法国南边 也去拔 拔那样东西 然后 他也跑去荷兰 拔那样东西 然后 十月底的时候 他又跑去 刚刚两周 两周结束 就是一千元欧 罚款判决结束之后 两周上就跑去 洛福宫 拔东西 又被逮捕 这就是他 他的社会运动 就是 他就是不停地 跑到任何一个博物馆 去 拔东西的 而且 他现在目前已经被禁止 进入法国所有的博物馆了 哦 因为累饭 累饭 一直不停地 疯狂拔那样东西 反正是我们的艺术品 和遗产都被缩起来的地方 我们都会去拿 你觉得他会过于激烈吗 不知道 我忽然好想知道 这个人的背景 没有啊 我还蛮好奇 可能就像我们 就是你知道庶民 庶民就不会再做这种事啊 你不是就一直想说 他到底谁付他薪水的 对 就是我就想说 那你到底是怎么样生活 就是还是说 也许他们家可能就是某个贵族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就更有这种 就是我传统文化骄傲 也许他就是原本传统文化里面的 某种 比较 呃 某种象征 然后 也许家境也比较好 所以他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也很有立场做这件事情 我就蛮好奇的啦 就是这样讲话 因为我觉得 一个庶民的角度实在无法想象 就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就说那是我的东西 还我 那是我的东西 还我 而且是被逮捕欸 对就是不care I don't care 没有关系 我被逮捕就逮捕 我完全不在意 一般人应该会对逮捕 有一种害怕吧 没错 我想说 诶 被逮捕欸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异于常人 就是社会运动家 令我逮捕的地方 很难很难 很难理解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 自己去查 没有想要帮忙大家整理这个人的意思 都有兴趣自己去查 那最后的结尾 大家想说 啊我们讲了那么多欧洲跟非洲文化的事情 那台湾呢 台湾的 台湾当然是有 类似的情境 而且这情境是 我们在开始录之前就有 讨论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嗯 现在还不适合 就是 踏入这 这块 讨论范围之中 我们也就是 我们太嫩了 我觉得这部分的摄取知识还不是很够 所以不太敢就随便做这个主题 这个具有强烈这一件主题 也就是 在2015年 立法院删除通过博物馆法 然后那时候就有明定 应该要设置原住民族博物馆 以收藏保存 研究原住民族文献历史与文物 然后当时候就引发了很大的社会舆论来讲 真的很大吗 我不太曉得 就是反正就引发 这些馆藏的原物到底从哪里来 因为毕竟要成员博物馆总不能是 就是做一个文字馆 所以变成说 博物馆是要从哪里收藏到 原住民博物馆的文物 变成一个契机 那我这边就 觉得说 要把之前在讨论非洲文物 被盗走的非洲文物 因为是帝国主义跟殖民情境 的状况 或是这样的脉络 放进原住民文物 收藏保存或是取得的方式 或是返还 因为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资讯 他只是在讲说 说你想要开一个 你想要设置一个原住民 原住民族博物馆 然后来做这件事 但是其实他里面并没有讨论到太多 馆藏是什么 因为这个博物馆现在也 还没有出现嘛 那他里面到底要展什么 真的有东西可以展吗 就是对我来说都是 有就是 是很少还是很多 那那些东西现在在哪里 是已经 已经被收藏起来了 然后现在只是需要找个地方把它展起来 还是说他 他怎么样 就是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 有兴趣 我其实当时 会是有找到一份 我觉得蛮有趣的 公共论坛的 会议记录 那里面有一些专家学者 或是一些匠师 运动民匠师的 呃 有 他们都有参与讨论 那这些组织稿 有打成 书面文件 然后可以在上面看 我那时候看的觉得蛮有趣的 只是我觉得这东西要跳进来讨论 然后跟这个主题做回响 有点 有点 让我没有很 有安全感 嗯 我们了解的太少了啦 相信有很多 很专业的人 或者是真的就是 身 身在其中的人 看到这边文件呢 可以打 在Google上打关键字讲 谁的文物 一个文号 文件返还 要不要 一个文号 原住民文 原住民族文物 原民社群与博物馆的 三方关系公共论坛 然后这是2016年10月22号的 一场座谈会 一个早上的座谈会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 这个网站来看 对啊 哎他里面讲到那个 嘉评部落 那个什么金露乐 那个还蛮 蛮有趣的 你有看吗 我有看第二段 是在讲那个 案例大师 是在讲那个 研究员去采集 因为他本身是原住民 然后去采集文件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 跟自己族人 里面 跳脱自己 究竟是一个 人类学家 或是一个 族人的那种 心理角度 拉扯 的感觉 对 或是一些他们在 传承编制文化 但后来发现 来学的人都不是 都都是汉人 对啊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部分 所谓的 就是刚刚讲的嘛 比如说法国人进去 那个某个部落 然后说叫他们去进步 我觉得这种 这种想法 某种程度上也会 就是它不是单方面 就是它会影响 所以像 像我就觉得这样啊 就比如说像 现在很多爸妈 就觉得小朋友 就是要学英文 然后 中文就讲了 里里辣辣辣 然后就觉得好像 我今天会讲英文 就是很进步 然后中文讲 很不怎么样 而且还以可能 中文讲的不很怎么样 觉得 因为他英文太好了 类似像这种 管觉啊 就是 乱七八糟 对就是 就是这种 我会 你会 人会不自觉的 帮某些东西排名 然后 然后 然后就会有顺序 然后你就会 就觉得这种 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even它 虽然说它就是 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就会觉得 嗯 不行 这不是 这不是进步的东西 这 比较 落后吗 或者是 可能不会用到 这么强烈的词啊 而是说 我们要追求 更 更好的东西 等等的 然后就会有这样 你就会想说 修淡姐 这是什么 我怎么看得太懂 哈哈 对啊 我就是认了一下 诶这个 有点超越我的 那个 制式范围 不是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们在整个 讨论当中 我都会一直 一直 不自觉去思考 就是说 诶 那 我们觉得 嗯 帝国主义 它对这些 传统部落 或者说当时 被殖民的地方 它这种 呃 暴行嘛 很粗暴的方式 然后把他们东西 夺走 跟什么什么 这样子 去影响他们 的这种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自己 也是在面临 有点像这样的状况啊 嗯 就是在一些 我们没有感觉 的地方 比如说 我不知道 就很多啊 比如说 诶 比如说 饮食文化啊 韩团吗 被韩团影响 韩团 我倒觉得 那个东西 诶 也许韩团是一个 是个 气质 然后让东西延伸 就是因为 它会因为韩团 确认是韩国文化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说 我刚 因为毕竟 现在年纪也大 就没有在看韩团 就是 就是比如说 你说饮食好了 就是 你现在比如说 诶 大家吃东西 因为台湾人就变成吃嘛 那你吃东西 你就会开始追求的 就是所谓的 fine dining 然后我就觉得 诶 其实这种 这种 它其实 后面 后面带的一些 文化 跟一些想法 其实它可能是很 法国的 饮食文化 或是 很欧美的 I don't know 就是 反正它不是一个 跟我原本饮食文化 直接相关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 它好像很炫 就是人就是喜欢 新奇的东西 那 就像强势文化 对 所以你说 织布这种东西 对 对可能对原厅人来说 他就会觉得 这就是我阿嬷会的啊 就是很无聊 也许 也我不知道他们 有没有这样想啦 但是我认为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对 汉人来说 可能就觉得 哇塞 好酷哦 就是 可能我阿嬷只会绣花 不会织布之类的 他们就觉得 织布比较炫 嗯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 很自然的 反应吧 所以我觉得 因为发生说 去学很多汉人 我觉得好像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是一个 异常的现象 嗯 我觉得我可以赞同你讲的部分 然后我就想 再把想 你刚刚讲的东西 那提升到来一个部分 讲到做 也就是说 嗯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外的文化跟 自身的本土文化 或是对文化的意思 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吗 到底 认同哪一个东西是好的 或是做排名的状况 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是你对 各种不同的文化的信心度在哪里 假如说 我觉得 对一个 好的生活 或者优质生活的追求 他的 就是需要 透过 什么法式饮食来做代表 那你对他的信心值就是高的 嗯哼 那你可能对自身 可能在 巷口是一样 羊春面 就觉得 他就是一个庶民生活 他不代表 他不会对那样的 生活的想象 画上一个等号 那他的信心值就是比较低 或是你会有一种某种 可能会有某种自卑感 那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社会推动之下 也就是下一集想要讲的东西 也就是 怎么博物馆在怎么那个角度来推动 艺术教育 或是对于教育的教育的角色 怎么样培养大家对自己 创造力的信心 来看到自己的文化 或者看到自己本身文化的 排名是比较上 还有像我觉得如果觉得台湾的某些 美术的素质上面是很高 我比起其他国家都可以就是 强盛 就完胜对方 那我本身对于这样的文化的强权 信心就很高 嗯 那这些东西是透过 艺术教育或是教育本身做的培养 那博物馆本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假如说在一个学制上 教育体制上的 教学内容 或是课程规划上 都已经把这些的东西给播出了 那要补强这部分就变成是一个外在的环境 那加上去 那我说我觉得对 就是你对自己 东西的自信心的确是 有很大的 因为我刚刚刚说 只是某一些人 像我可能就属于信心 比较低于我那一种 那我相信有些人就是 就是超级 就是自己也非常有信心 对本体文化非常有信心 本土文化第一的人 他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对 对 可是这可能真的是要 是说 如果他是一个在这个教育几下 就是变成一个基准点的话 那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提升起来 嗯嗯嗯 Anyway 反正原住民文物为谎 或是原住民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暂时先不跟这个 帝国主义一个殖民情境 这样做一个挂钩 我们就是之后有机会 再来注意这个主题 而且我觉得这东西 我刚刚看超多文件 嗯 对啊 反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一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下一集我们再见啦 当然我们再讲到一下 嗯 之后 应该下一集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一季的最后一集的 那之后我们就会再做一些 应该不说节目转转型 会思考一下我们的更新的频率啊 之类的东西 那大家都可以在 哪里听到我们呢 在 在哪里啊 自己出生自己忘记 在Spotify 在桑案 在KKbox 或是在 Google Podcast 或Apple Podcast 可以听到我们啊 欢迎大家 就是在各大平台 在搜寻我们 那 Temmy今天 这个沉重的主题 会对你来做 会想谈一口大气吗 哦 可能是两口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主题 我其实也是一开始在 想做很久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把这个主题做出来 那今天我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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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因为今天一开始就是用那个 你知道跑去联合 跑去联合博物馆 搬柱子的角度 来聊这个主题 他为什么想要搬着柱子 那这 为什么这东西 这个柱子 会在联合 在陌生人家里面 这事情呢 事情脉络到怎样 那一开始就是 2017年 法国总统就是讲说 我们应该还人家东西 所以 隔年就有学者出来 出版了一个研究结果 然后就引起了渲染大破 荷兰也跟进 做了一篇研究 那 同时间 嗯 布朗大学的教授 阿鲁 阿鲁 他也有一个 类似的文件 最近在哈咖啡 就是 柏林的哈咖啡 有做展览 那这样的 这 最后就把这迈弱 串起来 就是问 物件是什么样 从帝国主义的情境下来的 那 现在要怎么做翻转它 那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的就是做研究 来知道这东西 从头到尾是什么产生的 那 因为这东西是在一个 屏障的状况 唯一是说 我们之前写的历史 不一定是真正的历史 是透过一个 echo chamber 就产生的为历史 嗯 对啊 所以 简单来讲就是几句是 以这样的架构 想跟大家呈现 嗯 好哦 那就先这样吧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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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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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